每日都有新趟点 小二带你磕不停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 又准时出现啦 向方二行大结局之后 对于王凯和宋云两位演员的表演 大众的反应多数是满意的 另外关于两位男女主角的CP感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毕竟连导演和剧组演员都在磕的CP 能有多假呢 有着静音系男神之称的王凯 出道至今17年 作品不少 大当的女演员也很多 但真正和她有CP感的女演员 却并不多 今天小二就整理了出道至今 和王凯搭过戏的九位女星 看看谁最能激发她的俗感呢 一 她来了 起闭眼 马思春 2006年就已经出道了的王凯 其实属于大气晚成型的男女演 因为直到出道的第八年 才凭借出演狼牙宝获得热度 但是此剧中 她诞生的CP却是直男虎哥 四年她专的伪装者又大宝 却诞生了和静东的新CP 同一年走红之后的王凯 终于开始街拍偶像剧 就是和马思春 霍建华合作的 她来了 请闭眼 剧中王凯饰演了 桀骜不逊的刑警 李勋然 因为帅气的外形和干联的作风 收获了不少迷妹 但是 李勋然却无法吸引女主角 马思春 饰演的剑瑶 因为她遭一心有所属 爱上了男主角 薄敬妍 所以 尽管王凯在剧中 深爱剑瑶 却爱而不得 遗憾收场 不过当时的马思春 27岁 而且是身材保持最好的一个阶段 堪称颜值巅峰 与王凯和霍建华 站在一起都很登对 如果说马思春 和王凯之间的CP感 还算是浓烈 那么她与王子文之间的互动 就显得更加入戏 而且 他们之间的缘分也颇深 2006年 毕业于中系的王凯 拍摄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韩秋》 因此结识了 同剧组的女演员 王子文 当时的王子文也是刚出道 但却幸运地拿到了女主角的剧本 王凯在其中饰演她的爱人 黄元上 两人当时就有吻戏了 之后 他们各自在演员圈又浮沉了一段时间 9年后再度相逢 二大合作拍摄了《崩乐颂》 这次 她是鬼灵精怪的富二代曲萧萧 她则是风流倜傥的门骚医生 赵启萍 两人这次可不是火花四剑 成为了当年播割故事的 荧幕最佳CP之一 王凯身高182 和身材娇小的不到1米6的王子文 站在一起 反而有一种离奇的和谐之感 两人内演技也自然松弛 腻在一起完全不会出戏 也不油腻 四年 他们又马上合作了《如果蜗牛有爱情》 剧中两人饰演的人设 与赵启萍取消消完全不同 但故事却同样感人 三 女人的天空 蒋星 女人的天空派设于2011年 但由于各种原因 直到五年后才播出 因此 该片留下了男主角王凯和女主角蒋星 比较青涩的时段 剧中王凯是演了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吴大为 蒋星则是80后女大学生村官 方兰兴 不过两人没有什么感情戏 他们二度合作 也是上文提到的欢乐颂 但事实上 该剧中 两人也没有太多交集 只是私下里的关系比较好 因此传出了绯闻 蒋星还曾经在社交平台上 发出和王凯的亲密合照 并且搭配文案 他说 他爱我 随后蒋星又发出自己身穿婚纱的照片 导致众人都以为 两人已经低调隐婚了 甚至 绯闻闹到最凶的一个阶段 二人拍到王凯 疑似已经与蒋星同居 但事实上 这段绯闻随着他们合作的结束 也逐渐平息了 至于两人戏外 是否真的曾经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已经成为了一个谜 四 放弃我 抓紧我 陈乔恩 事业最红的阶段 王凯正于摆脱了男配角的窘境 开始独条大梁出演电视剧 换了松二热播的同一年年底 由他作为男主角 专演的时尚都市剧 放弃我 抓紧我 开播 剧中和他谈恋爱的女明星 是比他大三岁的陈乔恩 王凯这次挑战的 是才华横移的霸道总裁 和女主角丽微微之间 有着相爱相杀的商业交锋 及情感纠葛 但此剧的反响不佳 看过两界的网友直接怒怼 油腻 浮夸 俗套 而且37岁的陈乔恩 当时正处于陈蜜语 玛丽苏作品的当口 所以口碑一般 也正因为如此 王凯和陈乔恩的CP感 被疯狂吐槽的智障剧情 想好得几乎没上什么了 反而还显得有点尴尬 可以说 《大江大河》是王凯的转型之作 这部作品 使得观众看到了 他身上更多的可能性和可塑性 宋一辉这个角色 从最初的出身不好 受尽歧视 到靠知识改变秘密 遭到成功逆袭 王凯的完整度很高 演技也真的很能打 看的时候 观众完全没有带入赵启平 或者陈义渡身上去 也算实打实的剧抛脸了 由于这部作品有两部 所以搭档的女演员也是两位 第一部中的周芳 和第二部中的杨彩玉 算来说周芳 虽然他不算一线女性 但演技很棒 气质也很独特 虽然饰演的陈开妍 由于出身 性格等人生问题被吐槽 但演的确实很好 只不过和王凯之间的CP感 也算及格 毕竟非常符合年代的特质 是很难的 不过周芳接受采访时 曾经直言 和凯科演感情戏特别紧张 到了该剧的第二部 周芳饰演陈开妍 因为他无理取闹之后下线 宋云辉的第二任妻子 梁思深顺利登场 由杨彩玉饰演 不过对于观众而言 大多数人觉得 杨彩玉演技拖了后腿 将海归精英梁思深 演成了娇俏任性的90后 而事实上 原著中由于梁思深 成长于特殊的70年代 拥有着诸多 时代遗留的特殊经历 但杨彩玉 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 一些生活的背景 所以在怀孕人物上 就有了差距 因此 杨彩玉与王凯之间的对手戏 并不出彩 CP感也是差强人意 想得非常违和 6.猎狐 王欧 2020年 网卡很忙很火 先后有多部作品播出 其中就包括了 王欧二次合作的电影诗剧 《猎狐》 上次两人一起合作 串了狼牙榜和伪装者 彼此之间没有对手戏 但却意外地传出了绯闻 后来有神通广大的网友 申巴 发现在宣传狼牙榜期间 两人的互动就显得很甜 到了2019年7月 他们又被媒体拍到 牵手亲密聚餐 因此被视为恋爱实锤 但之后却不了了之 次年 他们就一起合作了电视剧《猎狐》 也因此有粉丝觉得 上一次的牵手接三 其实只是两个合作伙伴之间的 正常聚会而已 而《猎狐》中 王欧和王凯 中有了感情戏 两人都是职业警察 所以在展开感情时 显得有点冷静 有的人觉得 王欧在此剧中的感觉 有点像王凯的姐姐 而且两人给人的感觉 都是很理智的 所以恋爱的感觉和共情力 只能说一般般 2020年开播的古装剧《猎狐》中 王凯的女搭档 换成了和谁都没有 CP感的江书颖 其实总共王凯合作的 这些女演员中 除了王子文之外 其他人的CP感 真的也不算太强 粉丝觉得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 精语系的代表男神 因此《猎狐》中 王凯和赵丽颖之间的感情戏 也没有太多看透 甚至还有人之眼 他俩同框不是在吵架 就是在谈国事 哪怕是甜蜜的吻戏 俩人放在一起 也疑似有种博弈的感觉 八 相逢而行 谭颂应 最终王凯善的 郭南亭和谭颂应善的 程骁可谓是配一脸 一个是平日不苟言笑 对待自己和他人 极其严苛 是众人公认的铁学上司 和魔鬼教育 另一个自由洒脱 个性突出 不断刻苦训练与学习 期待有朝一日 成为真正机长的飞行员 两人的搭配真的是太合适了 男女主初见时 针尖对卖毛 逐渐接触后的 潜移梦幻的改变 以及最终的甜蜜互动 真真的让人上头啊 随着剧情的热播 难得笑婷也越来越火 成为观众们心目中 最自然的CP 该剧最大的看点 就是男女主不是恋爱脑 都有自己的坚持 但也只有理念不同 却并无对错 各有坚持又互相叫板 在势均力敌的对峙中 逐渐了解彼此 欣赏彼此 悄笑顾难听 看似严谨 冷酷 一板一眼 做什么事都严格尊照规范之心 但遇到我们专业 坚定 永远有谋 又飒爽不激的成销 也只能在迎战中 逐步被吸引 被吞噬 大结局 甜度厚甜 难得萧婷 全是真正的双向奔赴 长达一分钟的吻戏 渴死我了 真的甜死了 顾难听 成衣邀请成销 搬了和自己同住 成销用实际行动表示 我愿意 直接打包了行李寄过去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主要是两人的感情 似乎也延伸到个戏外 两人在发布会上的 甜蜜拉扯 真的明眼人 都能看出他来的感情 观众一律都在求二搭 可想而至 两人的CP 有多火 看完网卡的酒位 荧幕情侣 大家最喜欢哪一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